一个电影很动人 是讲一个姐姐呢 无意中杀死自己的妹妹 坐了十几年牢之后呢 她出狱了 然后回家过年 你说的这个故事我知道了 我不演 因为这个紫衣 在我们这个舞台演过呀 手心手 妈妈你别这样 你打我 我们为什么老在一个作品上 使劲呢 跟原来的电影呢 有一些改变 因为她把这个父亲呢 就重新定义为一个 老年痴呆的一个老人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挑战 我觉得呢 让我们相信洛川导演 不演妇女 咱俩还能演什么关系 就这样呗 反正我们先看看呗 那我们读一遍吧 好 你还觉得 是她拿了那一万块钱吗 我就怕一个事 为了捣剧情 什么一块 一百块钱杀人 这种事 特别无力 你不能直接了当 只说一百块钱 她这是中心核心事件 不是 你们俩已经把这个情绪 推到一个高潮 她就把这事给变小 一定得说这个事 这是这个故事的 原本的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一百块钱 她就不至于失手 把她的妹妹打死 观众到这儿 她其实get不到 这个一百块钱 有多大一事 她是事啊 她为什么说你撒谎 你要是把我当亲生的一样 你明明知道 这钱是小红拿的 今天我就不至于 做十七年的牢 这完全可以说的呀 要说 就把这逻辑 从一特微小的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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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放大 放大到一个特别大个的东西 不能单说 对对对 别单说一个意义 这争执的结果 是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两人的一个独木剧 让她去用她舒服的方式 去表达 实际我觉得就是极简 就这种打一板 然后放俩镜块 把这桌子往这一搁 放点东西就算够了 您是不想要这个 我只要在这一坐 我就起不来了 我把这车车 其实这个电视 它一定是搁这儿 就是天哪 我们俩互相都很懂 就她对舞台太熟悉了 她知道怎么充分地 利用了舞台的 这个长度和宽度 大 A 过年了 你谁啊 老远 特别好 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感觉 没有让你说舒服吗 没有 痴呆这个设定 救了这个戏 让这个戏变得不同起来 这是你的家 爸 马思纯现在这个状态 是一个 极带脱鞘而出的那种状态 因为他非常的饱满了一家 那国立老师的戏 肯定是比我好 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该做的都做好 因为好作品才出好演员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作品 完美地呈现出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17年前 陶兰跟随改家的母亲 与继父一起生活 这么快钱 能长这把飞了 因被诬陷偷钱 陶兰失手 把继父的亲生女儿红红 推下桥致死 而被判刑入狱 服刑期间 陶兰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被特许回家过年 当站在家门口时 陶兰想到家中继父 16年前的悲伤往事 又涌上心头 此刻 他犹豫